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查理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用日雜大賞的前三名產品 來完成全臉的妝容 所以我臉上的這個妝呢 就是用日雜大賞推薦的前三名產品 所畫出來的 然後我看的日雜呢 是Vols的9月份 他們9月份有做了一個 2019年新品的 排行榜這樣子 所以這裡面呢 我就是使用了他們推薦的產品 來完成全臉的妝容 那有興趣的人呢 就趕快看下去吧 心機的這款妝前呢 我在看日雜大賞以前就有自己在用 它是真的好用 主要是它的質地很棒 就是它的那個 你剛剛看我的手這樣子 它是很流動性 很水的 很好推 很輕薄 然後擦完以後你的臉不是保濕的 你的臉會覺得有一點偏乾爽的感覺 所以很適合台灣的天氣使用 然後它的遮瑕度並不高 遮瑕度可能只有一成兩成而已 有一咪咪的潤色效果 SPF25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是混合肌左右的人都很適合 然後以妝櫃的妝錢來說 一千塊以下我覺得是可以買 因為好像九百塊 然後九百塊通常都會打九折 就變成八百一 我覺得以妝櫃的妝錢它是CP值很高 而且是真的很值得這個價錢就好用的 那接下來的底妝呢 第一名 就是氣墊類的第一名是這一個 肌膚之藥的粉霜 不是氣墊喔 然後它的粉霜呢 其實我跟它很不熟 因為我個人也蠻不常用粉霜的 只是這個 你看這個粉撲我有洗過 因為它就是沾了粉霜以後粉感會很明顯 所以這個粉撲呢 我好像用了一兩次 然後有洗 可是沒有洗乾淨 粉霜的質地是這樣 然後沾一下 這個粉霜其實我才用個兩三次而已 所以我跟這個粉霜不熟 我不太清楚它的表現力如何 是看到它就是得獎 所以拿出來用用看 我上半邊的臉給你們看對比 在鏡頭前呢 這個對比是不是非常的明顯對不對 就這邊整個是比較白的 然後這邊就是臉泛紅 有一點暗沉瑕疵 就是相機這樣看起來是很明顯 可是我用肉眼看啊 我覺得就是 我以前用它一直都沒有印象 就是覺得好像有差跟沒差差不多 所以我就並沒有特別的愛用它 可是在相機前這樣看又很明顯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就是屬於那一種 修飾你的臉 於無形中修飾你的臉的感覺 我再繼續上另外一邊 因為你會覺得我黑眼圈 你看我黑眼圈還是在啊 可是就是兩邊的對比起來又差很多 好 那這就是全臉上完了肌膚之藥粉霜以後的妝感 我其實這應該是我第三次用它吧 然後前兩次我用了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遮瑕力真的不高 它遮瑕力大概六成而已 因為你看我的黑眼圈還有我的斑 我的痘痘我全部都還是看得到 這應該是當初我完全忽視這一顆粉霜的原因 可是我現在在用就覺得它的優點 在鏡頭前你們也看得很清楚 它優點應該就是修飾膚色的能力很強 因為還有一點就是它這個 你看我這麼近給你們看 完全看不到有粉感對不對 就感覺是我完全沒有上妝 感覺我好像天生皮膚又怎麼好 我覺得這個是它比較厲害的地方 所以這一顆應該比較適合給你想要營造出 零粉感然後天生麗質的肌膚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這樣子看起來好像真的是素顏對不對 就是皮膚看起來很好的那種貴婦肌 好那我現在呢要來上遮瑕了 日雜大賞遮瑕的第一名呢是這個YSL的這個名材筆 可是它跟以前的名材筆不一樣 因為它這裡有黑黑的它是遮瑕力又更高一層的名材筆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用沒有用過 好遮瑕完我第一次用的感覺是 這根名材筆它的確比之前YSL的那一個遮瑕力還要高 然後它的質地呢滿水的 然後比較薄透不會有很厚重的感覺 然後遮瑕力呢也滿高的 因為我的這個黑眼圈真的是變得比較不明顯了 所以第一次用的感覺是真的覺得還不錯 那底妝上好以後接下來蜜粉的得獎者是它 蘇苦的你看這麼薄 應該只有一公分吧 這麼薄的一個蜜粉 打開來給你們看 好的這個蜜粉上完以後呢 它的感覺是 因為你看它是有兩個顏色的 上面這一個呢就是比較透明的 可是這個藍藍的這一邊呢是比較有一點點光澤感 而且它是說可以增加透明感的感覺 我現在就來刷一下藍側看看 我覺得它的確是一個 就是看起來不會太厚重粉很細 然後的確是有一點點透明跟光澤感的蜜粉 那接下來是眉毛的部分 眉毛的第一名呢是 IPSA他們家的眉筆跟眉粉的組合 可是那個要2000多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太貴不想下手 然後就選第二名 第二名是這一個 MISE他們家的眉粉 這個眉粉呢我好像從它剛出的時候就有開始用了 它是打開來有一個這個鏡子很方便補妝 然後還有附一根眉筆 然後它有粉紅色的 它顏色真的很好看 使用的方法呢就是拿它附的這個眉筆 然後這樣全部來回嚕個一次 我覺得Visa的眉粉跟Integrate比起來的話呢 有兩個優點 第一是它這個眉粉盒裡面有鏡子 所以就算你在公車上畫也OK 第二就是它的顏色 BR4這個顏色真的很美 它裡面呢有一點點粉紅色 你整個混在一起以後呢 會變成很美的咖啡奶茶色 然後這個奶茶色是很適合你的頭髮 有染成咖啡色的人的 好那我的眉毛畫好了以後呢 接下來是腮紅 腮紅要用的是這個Laura Mercier 然後這個它其實不是編輯票選出來的 它是由讀者自己投票投出來的 第一名是它 然後這個顏色呢叫做Ginger 是一個很知性的裸色 然後它還有附鏡子 這個呢我也蠻常用的 因為它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顏色呢真的很像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Giorgio Armani有一顆已經停產的 什麼瓢染什麼惡號的超像 就是都會融合進你的皮膚 然後粉很細又很好暈不會結塊 它真的很自然 新手也可以用 就是很有質感 很有氣質很知性的顏色 然後這個顏色 然後這個顏色的顏色 就是這個顏色 就是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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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難買 這個顏色 知性的紅棕色 這一支唇膏呢 我比較不喜歡的是它的味道 它雖然有玫瑰精油的味道 可是你會覺得你好像吃到什麼香料的感覺 可是我還是買了兩支 一支是90號是很美的日常的 就是粉紅色 然後可是 是很保濕很滋潤 可是我真的不喜歡它的味道 就感覺你吃了一堆玫瑰精油的感覺 就平常我是很喜歡玫瑰味的 可是它的精油味就有點太重 我就個人不喜歡味道 可是它真的很保濕很滋潤 然後這個顏色也是很知性 就是很時髦的紅棕色 Dior他們家也有一支是保濕的 那一支我比較喜歡 因為它的味道比較好吃 它是甜甜的莓果味 不會像這個口紅味這麼腫 那接下來的這一支呢 它是全部日雜大廠彩妝類裡面 就彩妝的全部喔 就是包含口紅、腮紅、底妝 對不對對不對 全部品項裡面最高分的是它 也是香奈兒的 我發現日本人真的很喜歡香奈兒的彩妝 然後這一個呢 它是叫做什麼聚光棒的 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比較古銅 一個是透明的 然後我買的是透明的 這個也很難買 我好像也是跑了兩三架地方才買到 然後我最後是在瑞典的那個機場買到的 它呢可以當作打亮棒來使用 好像很難看清楚它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就是它會有帶來一種很水感的光澤感 然後這一根呢 它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你可以在上底妝前當打底 然後也可以這樣子用手沾 然後也可以直接擦 那我現在先示範 用手沾 然後畫在我的三根當作打亮 唷,鼻子開始變亮了 要在下巴打亮 然後畫在這裡 直接畫一個C字 然後畫在這裡 有嗎? 看得到對不對 然後用手稍微修飾一下 另外一邊 好,那我現在臉上呢 已經用了這個香奈兒的這個什麼聚光棒打亮了 那我來說一下 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一開始用就覺得 蛤? 為什麼這麼難用 還會得第一名還全球大缺貨 就是問號 可是 後來用 然後是照鏡子的時候 才發現 哇 它的妝感很美 可是當下是很不習慣的 我不習慣的地方在於 就一般來打亮是亮粉 可是它這個不是亮粉 它是一種濕潤 滋潤的質地 你看它的那個亮不是亮粉製造的 它的亮是用那種很水很滋潤的質地 所以你會覺得你好像在臉上擦了一層很滋潤的油嗎? 一開始我的確是覺得它油油的 然後可是它這個亮又很美 因為它的這種亮是很像是你擦保養品散發出來的光澤感 然後這個光澤感呢 你要真的自己上到臉上 然後去照鏡子才會覺得美的 可是這個質地是台灣夏天千萬不能用 因為它真的太滋潤了 台灣人夏天用你一定會覺得我怎麼全臉都很黏 所以這個是比較適合在乾冷天氣 或者是秋冬使用的 然後它的這個光是真的 從來沒有看過這一種打亮 它的亮真的是完全不是一般的打亮可以逼你的 它很像是 就是這一根是什麼很水很滋潤的東西 然後整個畫在你的臉上 所以你的臉上也充滿這種滋潤的光澤感 然後它呢有一個我覺得比較苦手的地方吧 就是你這樣畫的時候我覺得 因為它你看它超大一根 它就是很粗嘛 所以你畫的時候就很怕會那個區域畫得不好 使用上我覺得要多多練習 可是妝感很美是真的 質地很油也是真的 所以我比較傾向在乾冷國家或者是秋冬的天氣使用 這樣子效的時候呢 真的會有一種超美的水光感 這個水光感是沒有任何一個打亮可以做到一樣的效果的 所以這個水光感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只是質地真的蠻令人不習慣的 尤其是油肌 我覺得油肌應該不用擁 油肌應該會覺得很黏吧 好 那我全臉的妝都畫好了 剩下眼妝的部分 眼妝的第一名又是Suku Suku真的拿了好多獎喔 毫不意外 每個人都說 哇Suku的眼影是最好用的什麼什麼的 我怎麼聽起來這麼厭世啊 好 我只有用了一個顏色 就夠了 那接下來呢 要畫眼線 眼線開架的第一名就是它U組 應該是這麼唸吧 油肌油 眼線畫好了以後 接下來用這一個眼睫毛膏 那這個睫毛膏呢 其實是我自己用的 因為在日眨上面竟然沒有 那個睫毛膏的排名 那我就自己用了這一個 日本的My Lash睫毛膏 然後這一隻睫毛膏的特色呢 是它刷起來非常的不長 它刷起來呢 就會讓你的睫毛看起來比較濃密一點 可是完全不會變得比較長 可是我喜歡它濃密 然後根根分明的效果 超黏人 剛剛上完廁所 然後再用屁股對著我 整體妝容完成 可以把瀏海放下來 好的 那我的瀏海放下來以後 這就是我全臉妝容完成以後的樣子 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我覺得今天用的產品呢 是日眨大廠的前三名 那我自己的ride or die 就是我自己的此生最愛 今年2019年的 其實跟這些日眨大廠的順序 會比較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可能是氣候的關係吧 畢竟日本是比較乾冷 然後台灣那麼熱 然後我很想 雖然現在才10月 可是我已經很想要拍 我今年的ride or die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欸 可能要再等等嗎 我不知道會不會太早拍 因為我今年已經覺得 我找到最喜歡用的東西了 好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下次見囉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